这个实在是被打压到了一个非常低调的一个程度 我大概其实在1997年 那个时候其实连战在担任副总统的时候 他几次过进美国 其实我都有参与 所以我对于那个规格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从那个时候就斤斤计较一直到现在 不要忘了那个时候 其实因为李登辉的就是到这个康奈尔连甲的关系 所以其实台美关系那时候是降到谷底 可是即便是如此 那个时候连战都可以过进纽约 但是过进纽约关系好或者是不好 这件事情有几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当然就是过进的地点 如果连纽约都无法过进的话 那通常是遭到一个谷底的 比如说李登辉也曾经要过进美国的时候 不让他过进本土 就要让他下威仪 所以要要生计 穿个睡衣接见那个AID的人 然后这个陈水扁那个时候 也是要求他只能够过进阿拉斯加 类似像这样子 其实就是地点上面就告诉你说 我对你已经极度不满了 就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但是纽约这件事情 其实大概在二十几年前 我刚刚讲了 1997年连战其实过进的时候 就已经过进纽约 而且是副总统 对 而且那时候他是副总统 从地点上面的角度来讲 纽约已经是能够争取到的一个 适当的一个规格了 可是第二个部分就是 你停留多少时间 因为如果像这一次赖清德停留 只有一个晚上 而且他到旧金山 他根本连一个晚上都没有 他那个根本不叫做过进 那就是转机 就是我从中南美 然后飞到了这个旧金山之后 接着等 等台湾的班机来了 我就晚上的时候 我就要飞走了 所以连一个晚上都不让他待 其实你知道停留的时间 也是规格其中的一个部分 就协调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就是你能够见到哪一些人 我刚刚举例的例子 就连战即便是在 那个时候跟李登辉关系 就李登辉跟美国之间关系 那么糟的情况之下 他在饭店里头 还是可以见国会议员 所以这一次一个国会议员都没有 其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因为我们只要运作 我告诉你 以现在美国国会议员 那么反中的情绪当中 你要安排几位国会议员 就是几位国会议员 但这一次显然是 我们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之下 我们不敢运作这件事情 因为白宫管不了国会议员 但白宫管得了台湾 所以这是很明显的 所以你看到出席的都是 地方上的地方议员 纽约州的议员等等的这些 那第四个部分就是 可不可以公开 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你如果可以公开 你就可以顺便造势 那所以公开跟不能公开 差别非常大 那这一次其实就是要求你不能公开 所以这次就真的会让我想到 那个时候在 李登辉默起 然后跟美国之间关系很糟的时候 那个强烈的打压 就不准公开 然后见的人必须要极端的低调 见不到行政官员 但是那个时候连国会议员都可以见得到 但这次连国会议员都见不到 但是我最后提一下罗森伯格这件事情 他说的是说因为妹妹婚礼 我想问一下妹妹婚礼是突然发生的吗 应该不是吧 所以你正常情况下 外交单位你只要把赖清德的行程提前一天 罗森伯格就可以来接你了 有什么道理说 我跟你讲我第一次见到AIT没有去接机哦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我觉得基本上从他过境的这些规格 刚刚奉行所提的这些不同的条件 目前看起来唯一达到的就是在桥界的晚宴跟桥界的言说 那其他几乎都跟过往的这个过境是有若干的若差 那罗森伯格这件事情 我必须讲上个月其实我见他 他就有提到说他妹妹这个月要结婚 他非常非常的高兴 那是不是有这样的巧儿我不知道 可是的确 这个是人家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plan 他们要求跟你讲干嘛 因为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随便聊就是 表示他跟他妹妹感情非常要好 因为他来自于Pittsburgh 我刚刚是Pittsburgh毕业 所以其实就很多那边的话题可以聊 就就有提到这个 所以昨天我来跟他讲说 这个这个恭喜恭喜妹妹这个结婚 那他也有回 那那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他这次去 就是说从表面的这些规格 还有过往的这些副总统过境纽约的条件去比的话 的确感觉是有点被低调 但是不是有他自己主动想低调 我认为也有 所以今天这个结果 他是有点被低调加低调 为什么 因为过去这段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包括他自己的一些讲话 造成大家的疑虑 走进白宫这些问题 还有台独 务实台独公后者 这些本来就就外界 包括美国方面就有一些疑虑 那所以这一次他这样低调的做法 某种程度上也是不想借这个结果去撕掉 所谓troublemaker这个标签 还有就是说撕掉这个所谓的 外界认为他的台独的这些主张 可能会造成一些紧张 或者给美国添加一些额外的麻烦 跟困难等等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有他自己主动想要低调 然后也有美国这方面的一些压力的被低调 为什么 因为除了说Rosenberg是他个人因素之外 很重要是包括提到说王毅接下来访美的事情 还有年底API高峰会 美中双边的这个高峰会 这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现在美中正在进行的若干的双边 想要管控他们之间的竞争跟冲突 这些问题 也就是改善关系 所以总体的环境造成他目前这个状况 可是我觉得我们要观察一点 就是说 接下来他有没有见国会员 还有没有行政官员 行政官员有没有用视讯的方式去见 我就会看